在甄嬛传中 但凡得到雍正临行的妃子 都要被太监包裹在被子里 抬进阳心殿 抬妃子的桥段虽然篇幅不长 但拍摄起来着实费劲 来 转捷 转捷 来 来 来 预备 开机 监着一样 开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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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进入宫的骑贵人 看似娇小玲珑 但太监就是使出吃奶的劲 都有些撑不住 怎么抬才能省心又省力 这成了巨组的难题 抬上环面 拖着我 让我再来 这就是你 上冲澡那儿就 抱 你能拿这 抱着我 你不连手这样抱 是拖着 拖着 拖不动 对 这没有那么冲 你干得舒服了吗 我拖着呢 对啊 可以了 洗了赶紧 关了太监服 这所谓太监不及其导演 好不容易拖住了飞子 太监的走位 又让导演心急火燎 恨不得亲自上阵 别进去 我拦都拦不住你们 怎么回事啊 我拔都拔不住你 你 苏非手进水之后 你俩再进去 对我拉着 咱的腰都拉不住 往里振里振里振 多番尝试后 飞子终于被顺利抬上床 而此时的骑贵人 已经累到整个人缩进了被子里 这一幕让皇上陈建斌 提笑皆非 同样悲催的 还有得了瘟疫的宫女 在这场戏中 演员要假扮病死的宫女 被抬出宫 虽然没有表情 没有动作 没有台词 但尸体也不是那么好演的 来 妈妈把鞋给她 来 我在那边走 不走 把鞋和袜子给她 那我拿来给剪了 宫女被席子裹得严严实实 动弹不得 好不容易解开绑带 才死而复生 遭罪的事还真不少 话说骑贵人 最后尸宠被折磨致死 演员唐一新 也是拍得生不如死 来 我到了 一二一一一 到 多到 快点 到了 快点 来 来 来 快点 为凸显人物的悲惨命运 演员不仅要淋雨 还要被乱仗打死 下次独守的就是这几位群众演员 但您别以为他们的工作很轻松 因为拍这一戏时 他们又要做到逼真 又要保护演员 还真难下手呢 喘气 咱们尸会累啊 其位人别 打 再扶两下 扶两下 一个一个 别移动 别人不均匀 来 歇一点 一个一个打 先歇一个 一看没打过人 你真的就大意哦